东夏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王城没有固定宫墙 只有连绵不绝的牛羊和帐篷组成的宫殿 东夏王浩瑟共娶过四人正妃 第一位正妃塞海是他青梅竹马的玩伴 感情最深厚 婚后遇大皇子哈尔敦 大皇孕敏敏因病逝世 第二位正妃沙琳娜是乌兰部落的女儿 婚后遇二皇子乌恩和三皇子伊诺 因侧妃英拉姑陷害身亡 英拉姑凭借娘家赫兹部落的势力 一举成为正妃 遇六皇子巴音四皇女图雅和六皇女苏格 对乌恩与伊诺皇子多方排挤 乌恩和伊诺暗中收紧母亲冤死的线索 并联系生母部落的势力隐忍多年 趁英拉姑王妃回部落归省之际 带兵进宫 灭赫兹全族 杀王妃英拉姑 杀六皇子巴音 东夏王闻讯大惊 但正妃侧妃加起来 他有十七八个女人 八个儿子 如今赫兹部落赴灭 乌兰部落世大 区区一个印度女人 和一个没成年的小儿子算得上什么 于是他拍案赞赏 不但向天下宣布 英拉姑王妃欺君罪壮 还夸乌恩与伊诺为母复仇 刚觉古断 有勇有谋 据其父之风 紧接着 娶回来的四王妃 是小部落少鲁的美人 他生十皇子吉达和七皇女诺诺后 明哲保身 无论是后宫内务 还是朝廷外务 统统不管不问 每日只修佛经 屡事无争 叶柳儿是大秦女子 出身低微 没有任何娘家势力 不过是个以色式人的宠物 就算生下儿子 也低人一等 所以大家都认为 他受宠东夏王 对东夏后宫而言 不过是和小小的石头 投掷入一滩死水中 起不了任何波澜 地位不太牢固的四王妃 甚至愿意让这样的女人受宠 以免耗死的东夏王 对其他强大部落的女子 生出别样心思 谁也想不到 暗夜 东夏皇室的草场 隐蔽聪明的静溺湖泊里 竟悄悄起了点小波澜 两道赤条条的身影 纠缠在一起 疯狂地撞击 冲刺 揉碎 融合 男人的喘气 女人低吟 带着湖水的拍击声 压抑在空中飘散 最后化作一声叹息 你父皇很快就要回来了 我要走了 偷欢过后 柳西音坐在岸边 她的铜体 洁白得像刚出生的羔羊 五目般漆黑的长发 湿漉漉地搭在肩上 就好像神话里的仙女儿 纯洁的眼睛里 带着魔性的妖艳 用最天真的笑容 考验着每个修行者的意志 水珠顺着她的发间 轻轻往下移动 飘过胸前娇嫩的花朵 划过平腐的腰腹 渐渐往下 再往下 勾起无法浇密的欲望 却迅速被一席长袍遮掩 她看向金鼎大杖的方向 眉眼里却露出魔 眼不去的忧伤与不舍 费尽心思讨好 才得到美人的芳心 大皇子听见 自己的喉咙重重地响了声 她攥紧拳头 激进用尽所有的自制力 才克制住自己的欲望 拉住她的手 挤出个难看的微笑 安慰 将来 我们会光明正大的 在一起牵手 真的会有那一天吗 柳西音轻轻地问 大皇子急到 父亲纵欲 身体早已不好 怕是熬不了几年的 我们冬夏的风俗 你将会驾驭我 到时候我们可以 她吻了吻她美丽的眼睛 适去上面的泪珠 虽然你不是冬夏人 但我会好好带你和你的孩子 柳西音问 如果她知道了我们的事 大皇子摇头 老朽的狮子 早已没有相争的资格 冬夏风气开放 兄弟共妻 姐妹共夫 不以为储 只要不将事情摆在明面上 她也不会为了个没名分的宠妾 和被众多不如支持的儿子 煽动干戈 更何况 她是赛罕王妃的儿子 冬夏王唯一深爱的女人的孩子 是冬夏第一勇师 是内定的继承人 是啊 冬夏王很快就会让位了 柳西音忽然拉住她的衣袖 眼角泛出泪花 我只害怕 你希望的越大 失望的越大 大皇子皱眉 何出此言 柳西音低头 愈言愈止 大皇子再三催促 柳西音终于支支呜呜的 这些天来 我服侍在冬夏王身边 前线捷报传来 大家都不停地夸赞 一诺皇子有云有谋 还大摆宴席庆祝 大皇子笑道 怕什么 虽然弟弟能干 但父亲明确说过 皇位是要交给我的 柳西音扭着帕子 带着恨一道 我知道你不喜欢看书 不喜欢念大秦的历史 你知我的祖上 是大秦的罪官 可是你知道 为何获罪 是 德宗帝 那奸贼不满 弟弟登基 起兵反叛 杀入上京 弑帝称帝 我祖父为首成官 备诸九族 女眷通通投入剑籍为奴 我猜 大皇子摇头 不会的 一诺为人厚道 对我也很恭敬 她不会做这种事 我是个后院里的女人 什么都不知道 柳西音 依偎入她的怀中 低语呢 我在大秦吃尽了苦头 终于遇到了你 才明白什么是真爱 我爱你 只想生生世世 与你守在一起快活 她的指尖 轻轻划过她的胸腔 决绝道 为了能抱着你 我连死也不怕了 名分地位算什么 更不在乎 我只希望能在阳光下 和你在一起 一起去看你说过的 草原上的花朵 去看天边白云 去看莫名湖的银鱼 哈尔敦 希望越大 我就越害怕 除了你 我不想和任何男人 睡在一起 随着战事推进 连连大圣 依诺皇子的威望 水涨船高 东夏王年迈昏庸 不理朝政 虽然大皇子拥有 旧补的拥戴 但无数的新势力 却纷纷投靠于她 想从战事中 分一杯羹 如果大秦真的被打下 功高盖世 一诺皇子 又二皇子相助 他的势力 将会膨胀到什么地步 到时候 纵使有东夏王的支持 又能 耐军权在握的 他怎么办 若是两边交锋 又有多少的势力 会支持他登基 大皇子忽然想起 初见柳心音时 他说的话 一诺皇子 真是天下最了不起的英雄 一诺皇子年轻 勇敢 英俊 是草原上女孩子 都向往的英雄 他的威望 能让刚入宫的 小女子产生憧憬 其他人又该怎么想 万一 一诺皇子真有反心 待父皇死后 他的下场将会如何 心爱的女人 肥沃的土地 数不清的牛羊 和至高无上的权力 所有追随他 爱慕他的视线 将转移方向 他将会被可耻的驱逐 被贬去贫乏的封地 甚至 不 大皇子笑得极难看 他自言自语 不知是说服别人 还是说服自己 他是我的好弟弟 素来功顺 人又老实厚道 而且我们兄弟 守足情深 父亲是因为 他对大秦最了解 才派他去攻打大秦的 他不是那种混蛋 柳西音轻轻地说 六皇子也是他弟弟 大皇子神色一灵 他只能忘记 当年英拉谷王妃 与巴音皇子的死 那头最隐忍的恶狼 擅长养精蓄锐 装出老实厚道的模样 然后在你最松懈的时候 给你咽喉致命一击 柳西音说 哈尔顿 我怕 伊诺的野心有多大 以前的攻势是真心还是假意 每次在斗兽场和赛马上的落败 是故意还是暗藏实力 面对自己挑衅时的退让 是隐忍还是老实 草原的雄雄 会甘心将唾手可得的权势 拱手让人吗 待雨衣丰满后 他会让自己顺顺当当登基吗 小小的火花点燃最深的猜疑 前尘就是慢慢涌上心头 大皇子紧紧抱着怀里的女人 他不能冒险去赌 小的火花点燃最深的灵魂 小的火花点燃最深的猜疑 小的火花点燃最深的猜疑